印军非法越境洞朗地区并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已超过一个月 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周四宣称印中双方都必须撤回军队 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印方人员撤回是中印双方开展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周四的印度议会上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就对峙表现出强硬姿态 称说印度不能保卫自己是错误的 他还宣称如果中国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双方都应该后撤然后对话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这次发生在中印边界吸金段的事件 事实和性质都非常清楚 就是印度边方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了中国境内 中印双方的外交渠道一直是畅通的 印方非法越界的边方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 是中印双方开展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分析认为从印方开始强调洞朗地区是所谓三国交界区 并抛出双撤军主张试探中国来看 在中印相互瞪眼的时候 印度已经心虚首先眨眼 中国也绝不会与他搞什么所谓双撤军 对峙地点是中国领土 印度必须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印度问题专家赵干成 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说 斯瓦拉吉的这番表态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反对派 他提出的所谓倡议 是企图营造国际舆论的无稽之谈 实际上并没有三国交界区一说 更不存在所谓的双撤军 这个双撤军的这种说法 这种方案实际是迷惑国际舆论的 好像听上去有点道理 实际上是毫无道理 中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 什么叫做中国的军队撤 撤到什么地方去 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军队 非法的进入了中国的领土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所以要撤要退 首先是你印度要撤要退 不存在说是双方都共同来撤军的问题 斯瓦拉吉周四还鼓吹 所有国家都能理解 印度的立场没有错 正义在我们这边 其实针对此次 中印在洞朗地区的对峙 国际社会并没有公开发表太多倾向 周五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诺尔特表示 美国密切关注事件进展 希望中印两国进行直接对话 缓解紧张局势 被问及中方是否向美国通报事件进展 诺尔特回应道 中印双方都在应对该事件 诺尔特表示 中印在讨论此事 而且将进行对话 中国外交部周二也介绍 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事件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 对此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 而印度媒体报道 在新德里的驻外使领馆 日前表达了对两国边境 紧张局势的关切 相信印度有关寻找和平方式 解决争端的承诺 部分的显示 印度政府还是希望通过 与中国进行相关的谈判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和平的方式 来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印度政府 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错误 也是有所认识 外界注意到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披露了解放军 一系列行动 周二 央视报道称 西藏军区谋旅 全员全装机动至海拔5000米 青藏高原 展开实兵实弹演练 周一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旅 进行紧急拉动演练 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两架歼11战机挂弹编队飞行 而即披露早前在青藏高原 进行山地进攻演练 及轻型战区坦克测试后 中国军媒再披露 解放军西部战区 西宁联亲保障中心所属后勤部队 上月下旬 进行了一场横跨中国西部的大规模军队后勤保障演练 将上万吨后勤补给物资 从四川青藏高原地区运向昆仑山 有观察指出 此次演练引发关注的意义在于 这次演练足可以证明 凭借密集的铁路网道路建设 大批援军和物资 可通过便捷的公路和铁路 快速运至中印边境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认为 此举可能是与对峙有关 目的是为了把印度带回谈判桌 因为外交谈判必须得到军事准备的支持 同时也可能是对印度的警告 因为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过度的解读 所以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我相信 就是中印两国的边境的这种对峙 以前也发生过 应当说 以前我们都是动用了我们现有的机制 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一次的冲突 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选举委员会周四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拉姆纳特考文德当选印度新一任总统 他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二位来自底层的总统 现年71岁的考文德 出生于印度北方邦一个贫困山村 属于最低种姓的达利特人 也被称作贱民 印度总统是印度的国家元首 及第一公民 不过这个职位基本只具有象征意义 所有总统做出的决定 都必须获得总理和内阁会议的同意 由于莫迪同样来自人民党 因此有分析认为 考文德当选将进一步巩固莫迪政府的立位 其执政环境也将更加轻松 而在中印关系微妙之际 中国是否发出贺电也备受关注